野树藏有不法 警方封锁各个出入口 强势攻坚 破门逮人 里头主贤根本来不及逃 当场就逮 而他的身份不只是暴力逃在集团主贤 还是竹联邦名人会 宜兰地区分会长 绰号少年党 因为32岁的他 靠着经营非法博弈网站 得手千万 这些宜兰地区在地民众 一开始有的人 只是想要试试手气 或者只是试玩 但是当他们发现 博弈平台真的出金 让他看到获利之后 就想要下注更多 这时候黑帮会跳出来 告诉你可以借你一笔钱 而且这钱是直接进到 平台当中来处值 可以让你继续下注 赌越多输越多 在地民众最后报案 怀疑被炸赌 下注百家乐 冰果等游戏 没赌必输 欠下大量赌资 他们还不出钱 被黑帮盯上 动辄囚禁殴打 或是泼漆撒名纸 逼钱本票还钱 有人单笔受害600万 警方从双北 以及宜兰地区 逮捕祖贤 及小弟共12人到案 更从祖贤家中的保险箱 扣得他宝贝的 百达斐力高档名表 大三针停场了 那等于这一支就变成 市面上还能够买得到 比较入门的热门款 他的目前市场行情 大概310到340 甚至更高都有可能 调查结果发现 总共有4名被害人 那目前出估获利 大概1000万元左右 查扣新台币现金600万元 借出去的钱 最后加倍拿回来买名表 甚至还偷装追踪定位器 害得民众最后根本不敢回家 直到警方瓦解帮派势力 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东西新闻院阿新 赖威如红事情 台北报道